台湾生育獨降級已經是個案的問題 情報館政府為了要提升官民的生育率 遠足去年競賞助生好運包活動後 今年又開始推出珍惜用的快樂成家、快樂育兒 第一項,準備來送給新郎 只要是在日月十四、三月十六、夜日是五月二十 這種特殊的節日甚至是每個星期 台湾三天到中華館的保障事務所辦理結婚電機 就可以在這由中華館政府所做的快樂成家、快樂育兒第一項 今天是結婚等級 為什麼我想要選今天? 看農民力的 對 所以剩下的那個那是我送吃的筷子你覺得 還不錯啊 對啊送的還不錯 以後可以用 對啊 家裡學筷子 對 剛好 剛好 中華華館政府所主任表示 中華館政府為了要提供官民的使用率 在今年二過十四月前臨著開始 在那十點特殊的節日當中 基本上新郎快樂成家、快樂育兒 在的禮物 禮物裡面有兩項三控訴是用盡不消光的地 就讓新郎生生育萬年富貴 我們中華館政府為了要給民眾更好的市場的感覺 所以我們演習去年 我們的祝賞好運霸的活動 那今年要推出更加使用的快樂成家、筷子禮盒的活動 我們的活動的期間是一二十四月 開始的年底 就時間十二三十一 新郎要拿到我們的快樂 快樂 快樂 新郎運動的方式 第一就是在結婚先後是在家日 但是在第三個辦公室 讓我們中華館所屬的保全所所辦結婚定期 第二就是在我們十月特別安排的日子 來辦結婚定期的新郎 也能拿到我們的快樂禮盒 我們政府會選擇我們使用的筷子禮盒 主要是要用先送先對、萬年富貴的意義之外 也希望我們的新郎能夠正常報告、改善過 要拿到這塊快樂成家、在內外 只要在家日結婚定期的新郎 就可以拿早三天 到中華館又讓政府有所辦理結婚定期 而且其中一個人必須要結席在中華館 就可以馬上拿到這塊快樂成家、在內外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彩虹伯德